今天下午的台北街头有一场热闹的艺术游行 两百多位中小学生以打鼓踩高教的方式 来庆祝台北国际艺术村设置届满五周年 热闹的鼓声下台北街头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艺术游行 两百多人浩浩荡荡从监察院出发 迎来了很多宇宙的好奇 而这次兴致白云国小的小朋友组成了高桥队 更是格外引人注目 绝翘在哪里 绝翘就是看前面然后把高桥当作是你自己的脚 艺术村陈寗涵五年来 一共有两百位国内外艺术家住村过 平均在村内创作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国外艺术家认为台北国际艺术村 现阶段需要的是 更多和国外艺术村交流的机会 虽然比起其他国家其他地方 台北国际艺术村规模并不大 但由于不少国外来的住村艺术家 都是以台北为创作的题材 因此吴喜忠也等于为台湾做了最好的宣传 事实上艺术村在全学的网络上面来说的话 它在全球来说也只不过两百多个艺术村 所以台北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台北来说在艺术圈来说 是增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美丽 记者兄弟兄姚 张比方 台北报道